首发明军军电影院微信公众号TVWAMEA 转载请证明出处假疫苗还未停息 性侵又出来了 7月23日 有女生大长文指控军民公益员雷闯 曾在一次公益活动中性侵了自己 很快雷闯便发布声明 承认了自己的性侵事实 但长眼见又宣称自己以为与那名女生是 验人 恭喜 从来开始扯皮 自此之后便有越来越多的女生降出来 甚至蔓延到了媒体圈 知名媒体人张文又被托上娱乐中心 就连著名作家蒋方舟也在朋友圈发布了声明 川曾被张文握在腿和尾随 来自《凤凰网》转短几天时间 公益圈、媒体圈似乎就变得误会不堪 虽然许多指控还没有实锤 但还是不禁让人发问 林公益和媒体 这些看似光明的行业都如此问错 那别的领域呢 想想去年空洞一时的北边性侵案 仿佛还没过去多久 性侵的音音就又拢在家园们的头上 为什么性侵发生如此频繁 这部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 可能会给你答案 不能说的下天爱2014对半 6.9推真指数 你学生被性侵 事实的错 这个问题似乎不容而遇 当然是失败者的错了 不仅是错还是犯罪 抓到了判刑端监狱的 可是现实却为什么总是反着来 一 女孩总是沉默的影中 龟采杰饰演的女孩 白白满团膝盖地开始了大学生生活 却不想被英光雄瘦的音乐教授信心 而且就在大白天 在干净整洁的办公室里 赴死之后 白白愿失败落魄 远离人群 原本就内向的她 变得更加公平 而一次无意识的自残 让白白被送进了医院 直到这时 大家才开始猜测 她是不是翻译了性侵 从而无凭无据 白白愿什么都不肯说 让人想帮也有心无力 但你别骂她傻 因为大部分女孩在翻译性侵后 都会选择沉默 为什么 因为不得不沉默 大警 首先你得拿出证据吧 可有几个女孩翻译了这种事 能冷静下来收集证据的 单靠一张嘴说 空头无凭 人家完全可以否认 甚至还能让你诽谤 仍如大家都看过 明明受了伤害 却拿不出证据反对污蔑 那种痛苦只能带给受害者二次 甚至三次伤害 却对失败者无计可施 退一步讲 就算是有了证据 你敢报警吗 看看这些天被指控的失败者们 哪一个不是越越想当当的人物 你报警就是在拿自己的钱乘下赌注 运气不好弄的买盘些书 这辈子就完蛋了 运气好了 也不过是惩治了一个人家而已 自己受到的伤害 永远抹不去 这是个一辈子的阴影 所以大部分女孩 只好沉默 因为沉默 还可以假装这件事从没有发生过 可站出来 却需要承担巨大压力和代价 二 大力总是不屈膝白白 但从英勇回来之后 又翻译了一件事 谣言 一夜之间 一条 女人间声担恋教授悲剧 送来个案 这新闻就传出了学校 正写这条新闻的人 显然别有用心 但他的目的达到了 全校掀起一股疑虑浪潮 让白白走到哪都有意愿的目光打量着他 更有甚者 各种辱骂威胁短信黄轰烂炸 都不知道这些人哪来的前期 还在现实中 别说你被造谣 就算你真的是实锤的受害者 也难逃网络暴力的攻击 毕竟网络杠精能最擅长的 就是 当受害者反省 一个包掌拍不响 穿着太暴露 对人没有防备心 没错 已经2018年了 还有人认为 女孩被侵犯是救了自己 这些对他人的不幸 毫无同情心 还说风扬话的人 就靠着敲敲键盘 让骨髓勇气 站出来的女孩 又陷入痛苦之中 而有时 这些网络暴力 就成了压死烈驼的 最后一根荡草 就像骗中的白白 走投无路 只好用自身来解脱 三 除了犯案 总是糊涂症 就在白白 终于啃正出来 状告教授时 要发生一个反转 白白在法庭上承认 自己自愿 与教授发生性关系 让所有人大逼眼镜 本来是一串强奸案 结果成了疫情抹变的约套 这还让法官怎么判案 医学上来说 白白是得了斯德科尔摩 综合征 就是那种爱上对自己失败的悦观的病 可在他人看来 白白真的就是在跟隐教授了 训练年初 一本小说震动了许多人的三观 就是那本房思习的初恋路言 小说中的女主角十三四十 被自己的老师驱赛 之后变陷入和白白一样的空境 他分不清楚 他对老师有没有爱 也不知道他们之间做的那些事 是不是二行的表现 这本小说心理描写是记入 因为这是作者林玉涵 根据亲身经历写出来的 没错 他就是去年那个自杀的台湾女作家 林玉涵与他的老师澄清 为什么会有这种古怪的感情 军军认为有两个原因 其一 世代者本身有一定的人格魅力 如片中的音乐教授 音乐组艺高超 人人贼远体面 而且擅长安抚女孩 其二 女孩年纪太小 或设施卫生 他们对这个世界的音乐面 没有真确的认识 有些白判断能力 容易被哄骗 表相结合 就让女孩们物以为产生了 爱情 可是真的假不了 假的也真不了 女孩的这种感觉总会破灭 而痛苦也就接踵而来 比起格怪女孩的能懂 我们更应该问一句 为何这些情绪 可以轻而易举地趁虚而入 就因为女孩本身缺少关怀 电影中 白白的母亲自己就是小三 独自拉扯白白长大 父亲的角色一直是欺失的 如所一来 就更容易理解白白的举动了 她在教授那里 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父爱 如此错增复杂的感情 当然就会变成一板糊涂账 让人渣更加难以被惩罚 既不完全统计 仅2017年一年 全国就有24,326件性侵犯被审议 平均每天捏67件 来自立点通 可这只是冰山一角 因为许多女孩在受到轻奋后 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而没有报案 电影中 教授最终得到了报应 在自家花园突然发病死了 可让我说 这一点都不太快人心 因为电影是假的 现实中 你不可能把希望寄托于人家 突然病死 不过随着进入作业的作品 越来越多 性侵这件事 也得到了更多人的重视 这是好事 也重视此类作品的意义 毕竟感觉直面问题 才有解决的可能性